如果是由老师来说自己的学生 就是冤枉的可能会比较 没有公平性吧 要提出证据说自己的学生是冤枉的 这样人家才会觉得说 你不是以一个老师的身份去说 你的学生是冤枉的 而且事情都过蛮久的 然后突然可能说学生是冤枉的 那可能就会让其他媒体或是其他人会觉得说 那是不是学生请老师 就是可能帮忙解释之类的这样 感觉证据不是很充分啦 其实我觉得指导教授问题应该比较大 如果没有证实的话应该还是不详细的 就是没有他就只是口头这样说的话 应该无凭无据也没有必要就是大家要详细他 而且都已经被证实出来 感觉是有点有超时的 会保持着怀疑的态度 因为可能没有证据吧 就是他没有实际的证据 所以也不太能相信他到底是不是想要混淆市场 陈明东已经太夸张了 夸张到令人不可置信了 是一个败坏学术伦理 根本是学术界的败类 现在还高居在我们政府的殿堂 小智真的没抄代笔抄 代写怡云解释清楚了吗 重新定义冤案 笑死台大审查是有什么冤 现代斗鹅冤敢天动地呢 现在又当法官了真是多才多艺名通师 继续败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